WARGIN上市不当推销 WARGIN倒刷信用卡 才刚刚遭多名消费者指控不当推销 殖民健身公司WARGIN近日再现不法争议 业者反映说希望退费的时候 他就用合约上说所谓的有效期限 来限制消费者退费 说你这个合约是已经过期了不能退费 陈情仁指出WARGIN不止倒刷信用卡 未造合约签名 教练还会施加人情压力推销课程 结果购买没多久又离职找不到人 消费者错愕留下一堆课程后悔想退费 正身房却以合约到期当理由拒绝 日前时代力量立委成交花 揭发WARGIN向银法族推销 半年高达35万元的教练课程牟利 消费者还没有拿到课程合约 信用卡就先被盗刷 直到银行通知户头无法自动扣款 事情东窗事发 越来越多受害者也跟着浮上台面 那不可思议就是说 这样子的违规 可能我们今天暴露的只是冰山一角 可能还有更多的人 那个个案纠纷的部分的话 第一次申诉不成的话 我们还有第二次 那个第二次甚至我们还有调解 那个有一道程序是可以来做的 那如果他愿意的话 还是可以继续走完 我们整个消费者保护程序 近期证交所董事会才通过决策 核准涡进股票台湾上市 之后却屡次发生非法消费纠纷 立委质疑公司治理及内部资安管理出问题 就怕未来股票上市严重损害投资者权益 证交所再三强调会加强控管 涡君也发出声明表示已经向受害者道歉 承诺会更严格审查交易流程 对于教练强迫推销课程行为也会加以严惩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